盈欲是怎样产生的?是因贪心而起。贪财贪色,都是由于贪心,若无贪心,盈欲之念也没有了。所以说盈欲之念也是从贪而来。贪就使人不辨是非,不知黑白。 在十二因缘法来讲,这便叫无名。男欢女爱,便是根本无名。人们常溺于爱欲,而不能自主。不知道原因,这就是无名的魔力。有了无名就发生性行为。所以说无名原形,无名升起,接着就有行为。这便是诱导人往死路走的邪力。 人是从色欲而生,终因色欲而死。从染污的地方来,仍旧向染污的地方去。这种不明不白的力量,令人有种种罪业行为。 然后便有了识,因识而有名色,有了色质,然后便生出六入。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一六根。然后有了触觉,因触觉而生受用。 受用中有舒适之感,便有了爱欲心。有了爱欲跟着就有取。取便是执着。一切都想据为己有。应有,便有生老死。 这十二因缘,循环不断浮沉于六道轮回之中。如果灭了无名,一切便按这顺序灭下去。 无名就是没有智慧,没有光明。如果有了智慧的光明,便不会被无名所染,便可转染污法为清净法。 转说起来很容易,可说亦如反掌。 烦恼即菩提,转烦恼为菩提也是这个意思。 南谋阿弥陀佛 南谋阿弥陀佛